没干活 林老师 那么网友还问来着呢 就说这个小时候总是听 肚里有虫 夜里磨牙 可是现在肚里有蛔虫 它几乎没有了 那为啥磨牙的人还这么多呢 还有网友就说了 他儿子小时候就是总是磨牙 可是吃了打虫药也没有虫啊 是不是小孩是更爱磨牙呢 是这样的 肚子里有虫的这种说法呢 应该是越来越少见了 那么它这种出现这种磨牙呢 意思是它这个蒙出过程 牙子没有全部蒙出 那么它这咬合功能呢 也没有完全的停止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会有短暂时期的这种磨牙 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正常情况 是不需要进行治疗的 成年人 他如果是夜磨牙的话 是不是也跟这个精神的因素有关系呢 我就听说 如果白天生闷气了 或者是跟人吵架了 晚上就爱夜磨牙 就有一类人是这种的 他这种精神紧张型 或者我们在临床上叫 精神紧张应急症这样的患者 那么他白天在有一些事情想不通 生闷气的时候呢 那么晚上 有的人可能是以做梦的形式出现 那么他可能就是用靠这个磨牙 来进行发泄 来宣泄自己白天的这种情绪 那如果是精神压力导致的这个磨牙 那是不是就没那么容易治好了 如果要是说 一过性的这种精神压力过大呀 可以自我调整 但是有些人呢 比如说出现这种心理障碍 那这样呢 就应该到心理科及时的去就诊 除了这个精神因素 这个咬合的问题 还有哪些人是会出现这样的磨牙的情况 比如说有胃肠道功能紊乱的 有这种晚间夜磨牙的这种习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晚上吃饭吃的过饱 那么胃容量很大 那么这种情绪牙的加重胃 这种消化这种功能 它也会造成夜磨牙的情况 网友梦拿问了 看来导致磨牙的原因还挺多挺复杂的呀 那我就想关心一下呀 说如果已经有磨牙了 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谜底啊 不就在谜面上吗 您看看开场的时候有一个捧 它就是戴牙套 就是为了防止把这个牙给磨坏了 是的 这种一磨牙的这样患者 还是建议尽早治疗 那我们现在临床上常见的 就是戴这种磨牙垫 它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防止牙齿得过度磨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保护关节 不要关节受损 网友如如问了 说这个磨牙垫跟矫正牙套一样 是需要去牙科诊所专门定制吗 他看网上呢 有卖这种通用性的磨牙垫 便宜还方便 那这种通用性的能好用吗 这种牙垫一定要是定制式的 这种买的这种 大家都通用的这种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个 我们需要取你口腔的模型 把你自己牙齿的关系 完全要转移下来 然后跟你每个人 他的这个牙套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花开花落问了 他说因为经常磨牙呢 他好几年前就去医院 做了磨牙垫 但是戴了一个晚上 就是总觉得嘴里酸酸的 不舒服 睡不好觉 戴了几次就不爱戴了 就想问问老师啊 像他这种情况多不多呀 该咋办呢 有些人刚戴这个盒垫的时候 他会有些不适应 那么慢慢的他就会适应了 因为他这种盒垫 是按照你自己的这种咬合关系 来自定的 很快会适应的 如果要是说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不适应 那么应该到医院 要及时去就诊 看看是个牙垫是不是合适 甭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引起的这个磨牙 这个磨牙垫 是不是也是一个 治标不是本的一个东西 对 它只是一个缓解症状的 这么一个小的装子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防止牙齿 进一步的磨毫 另外呢 也对这种裂合关节 这种损害 也有一定的防止作用 如果要想又想治标 又想治本呢 还是尽早地到 这种装科门诊 来进行这种 针对病因的进行治疗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长期磨牙 就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那就像是刚刚 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片一样 就是牙它都磨短了 这个牙有办法修复吗 可以有办法 因为这个长时间 这个磨牙 可以造成这种 核间距离变短 所以牙就变短了 整个距离变短 如果要想把牙 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呢 一定要抬高咬合 把这原来牙齿的位置 这个距离给它留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这种过短的牙 进行这种根管治疗 神经都处理完了之后呢 可以戴牙套 恢复原来的牙齿的 这种形态和高度 我们下定期间 并下定期间 然后我们下定期间 解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